謝謝主席 然後還有與會所有的委員 以及今天練習的官員 我想納粹者權力的保護 從過去這幾十年來 學說理論上面的發展 已經逐漸的形成了一個共識 那個共識是 它具有憲法人權保障的高度 需要有一部法律 在實際面上面予以落實 2005年財政部曾經委託過葛克章教授 做過一次有關於納粹者權力保護 專法要立法的可行性研究 在那一次立法以後 2006年也曾經有民間團體泛指聯盟 在提出了這個案子以後 得到許多立法委員的支持 不過很不幸的 在2006年本院在審議這個法案的時候 並沒有順利通過 在200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雖然修了稅捐基增法 十一條之三到十一條之七 去訂了有關於納粹人權力保護的一些法條 不過後續學者的研究 證實發現 當初所立的那個法條 宣示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意義 在實際的審判案件當中 它所產生的衝擊或者是正面效應 趨近於零 那我相信到2016年 在新國會已經組成的情況下 納粹者權力保護法已經到了立法的時候了 本席曾經在4月1號的時候 針對訂立納粹者權力保護法 在本院召開過公聽會 那基於那次公聽會集合的所有學者專家 以及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 大家從匯集的意見提出了 這一次時代力量版納粹者權力保護法的草案 那這個草案當中 基本上具有六大特色 第一個是要落實納粹者生存權的保障 包括了在第四條 最低生活費不受課稅的權利 以及第六條 受薪納稅者權力的保護 那第二個特色 是要貫徹量能課稅的公平賦稅理念 那因此我們在法條當中的第五條 除了明確訂出了量能原則以外 也分別在第七條跟第八條 針對規避租稅的禁止 以及租稅優惠不應犧牲公平課稅 予以明確的規範 第三點是強化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分別規定在這個草案當中的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到第十三條 十六條以及十八條的規定 第四個特點是 設置納稅者權力保護官 與納稅者權力保護諮詢委員會 那這個法條是我們在這次立法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那雖然我知道行政部門 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那但是我覺得時間到了2016年 已經到了必須要設置納稅者權力保護官 追上其他國家的立法力 給予我們納稅者在面對 針對稅圈基金機關所來的 不管是科稅還是處罰的處分 他們能夠有一個可以幫他們伸張權力的管道 那實現武器平等的原則 那第五個我們要求設置稅務專業法院 我想行政法院過去在處理稅務案件當中 所產生的不管是博迴率高 還是訴訟的研製已經為各方所詬病了 我們希望透過專業法院的設置 能夠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這個專業的法院 事實上也是符合我們新的司法院院長 許忠利大法官 他在對於未來司法改革六大目標當中 所提出來的訴求 那最後一個我們為了要解決 萬年稅單的問題 此來的爭議不是爭議 因此我們建立了事實救濟的機制 放在第21條當中 那以上的這些條文 希望在接下來今天審議的過程當中 能夠得到其他委員還有行政部門的支持 那當然如果在整個法律的修正上面 有更進一步精進細緻的必要 不管是我個人還是時代力量黨團 都願意配合讓這部法律能夠更加的完善 那最後三讀通過了以後 能夠真正落實達到保護我國納稅者權利的功能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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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